各位同學 我們在做專題 或者是在做論文的時候 常常需要設計一些問卷 然後做一些問卷的分析 那麼問卷的設計 它是一門大學問 可是如果說 我們把設計的問卷的話 如何去交給受訪者 讓受訪者來填達 這部分來說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比如說我們的紙張 我們的印刷 還有我們要找問卷 去受訪者的一個人力 還有甚至還要給一些 小小的紀念品 這部分的話 都是非常的耗資源的 那麼現在我來介紹Google問卷 Google問卷的話 非常方便的設計 而且一般來說 只要我們能夠 不要太嚴謹的一個問卷的話 都可以使用Google問卷 去嵌入了我們的網頁 或者是用email的話 發給我們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來填達 甚至他可以放在Facebook上面 讓我們的朋友幫我們填達 或者是分享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進入Google問卷的製作的設計吧 首先我們要先進入了Google的首頁 那還要再登入 那麼現在的話我們看這個頂上 這邊有圖片地圖 Play YouTube 新聞 Gmail 這個地方 做Google問卷 我們要進入更多 點下去之後 這些都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再再選更多 這個地方 我們找到了一個叫做Google文件的部分 我們點選下去 進入了Google文件之後 他們這邊 他說我沒有任何的Google文件 檔案及資料夾 那麼我們這邊就要做一個建立的 的一個機制 我們建立 點建立 這邊有文件簡報試算表 我們要選擇的是表單 表單就是我們的 這是問卷的部分 Form 好 一進入了以後 那他就進入了模板了 那一開始 我們來看看主題 主題 如果說我們都沒有選擇的話 他會一個叫做Plan 是很 一個是簡單的 那我們就用的是點下去看看 我們點兩下之後的話 這邊有很多很漂亮的主題 這邊的話 總共有97個主題讓我們選擇 這邊我用的是做一個吃的 吃的 餐廳的部分 火鍋的部分 料理的部分的問卷 所以我們選擇的是跟吃有關係的 那這邊是調味料 我們就點下去 好 做下去之後 這邊要點一個套用 我們的主題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來建立一個表單的一個標題 一個問卷當然一定要有標題 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那我這邊就輸入 我對火鍋的看法好了 吃火鍋的看法 好 這個地方是我們對於這個問卷裡面的一些附註 可能是自我介紹 還是請填他者的話的協助的感謝詞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可以不填 那範例問題我們就點兩下 我們就直接進入了範例問題好了 好 第一個問題 我來問的是 好 我的性別好了 這個性別的部分 這邊的話呢 呃 說明文字 我們可以應該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打 回答的方式 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邊要這個三角形 我們點開來看 單行文字 多行文字 都不是我 這都是填空題 我們不用 我們用的是單選題 所以我們這邊是選擇的是單選按鈕 一旦選擇了之後 第一個選項 我們寫的是 好 女生 第二個選項 點下去 我們選的是 男生 如果說 有女生跟男生 第三個選項的時候 我們可以按這個新增或其他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邊就不要按 我們把它設為必打題 這邊按完成 那麼 同學可能會問說 這是這個要做什麼 一答案移到對應的頁面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問卷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回答了女生 那可能就到了女生的那一部分 有另外一批題目要做 如果說是男生 那你會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麼我們沒有的話 就不要點 我們這邊就按一個完成 好 第一個題目就完成了 那麼我們來做做看第二個題目 這個是一個單選題 那麼我們來看看一個多選題好了 複選題 好 那麼我們這邊點兩下 這邊就有 題目就來了 我 這邊的話 我問的是 好 我喜歡 火鍋料 這個地方 我們要說明的文字 我們可以加上一個 註記一個 是複選 這個地方回答方式 請選擇的是核取方塊 這裡面所說的核取方塊 指的就是複選題 好 第一個選項 我們 第一個是肉類好了 再增加一個 魚丸 再加一個 好 蝦餃 再增加一個 青菜好了 如果說我們對於自己 不可能說全部樣樣的話 都考慮到 我們就新增一個其他 讓甜達者來選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其他可以選 如果說這個地方是OK了 我們就按 設它為必答題 然後完成 那麼這個題目 就是一個複選題 現在我們再加一個題目 新增一個題目 這個這個題目 我們做一個等級的好了 等級的題目是怎麼做的呢 是我們要給他打分數 比如說我們的話 做一個題目是這樣的 我認為 好 就這麼說 我 認為 吃到飽的 火鍋店 吃到飽的這個火鍋 然後 我們的前景是怎麼看法 那這個地方我們要說明了 這是等級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的話呢 這就是一分是最低 這邊我們的話用的是打分數 那麼十分給的是最高好了 我們最高十分 這邊回答是等級 這邊等級是一到十 我們一旦說明了之後 好 我們看 這邊就 設它為必答題完成 就是一個 嗯 一到十分的給分的題目 那麼我們還有一個提醒的話呢 我們也要介紹 就是 李克特的這個五等級的這個題目的話呢 常常會出現的 我們這個地方用的是表格 李克特的這個五等級的一個問卷的話呢 一般來說 它現在內建的話呢 有藍的部分的話 它有五個標籤 那麼我們一分的標籤的話呢 我們 我們寫 好 非常不同意 那麼第二藍的話呢 我們 一般來說我們都用的是 不同意 第三個我們用的是 普通 那第四個是 好,同意 四分給的是同意 四分給的是同意 五分的話呢 給的是非常同意 我們一旦做好之後 來,我們看看這個部分 這人標籤的話 是我們一般的話呢 就是夠面的題目 那當然我們就隨便出一個 好,我對 對火鍋的愛好 好 好,那這個地方第一題 我就這麼說了 好,我喜歡 火鍋 那看看 同意不同意 好,非常同意不同意的啊 第二題的話呢 我們就按一下 它就第二題就來了 第二題的話呢 嗯,我說 嗯,好 火鍋的話呢 養生 第三個部分 我 我 呃,甜的是 好,來 夏天 我 照吃火鍋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將它 點一下完成 這邊 假設我已經把這個 整個問卷都已經 做好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發布 我們只要點下面這一排 一點下去之後 就已經完成了我們的 呃,問卷 網路的問卷 那麼我們看一下 當然也可以再繼續編輯 呃,如果說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順便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好了 來 我們的 我喜歡的火鍋料 這邊是複選 這邊的話就可以選 好幾個 那這邊的話呢 單選的話呢 我只能選一個 我喜歡的火鍋料 這邊點個其他 我們加一個 呃,好 我們加一個海鮮 我認為吃到飽的前景 這邊有一到十分 一到十的話呢 我非常的認為 非常好 那我們就點一個十分 或九分 好 我對於火鍋的喜好的話呢 第一個 我喜不喜歡吃火鍋啊 非常的同意 火鍋很養生嗎 嗯 我覺得 不是很養生 所以我們按一個普通 夏天我吃不吃火鍋呢 夏天太熱了 我們就不同意 那麼 一般的話 填達者 填完到這邊 我們就 他就可以按提交 好,我們剛剛做的 呃,Google問卷 現在到什麼地方了呢 那麼我們如果說是填達了之後 我們的話呢 究竟要怎麼樣去編輯它 去看它的結果呢 首先我們進入Gmail 進入Gmail之後 我們在上面看到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雲端硬碟的地方 我們點它 點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剛剛 呃,我做問卷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對應的一個文件 我對吃火鍋的看法 好,那我點進去看一下 就是 剛才我請 呃,一些 一些同學的話呢 幫我去選的 選出來的結果的話呢 這就是剛剛 有,一共有幾個問卷呢 我們看一下 他這邊 我們要看的是這個 表單這邊有一個十一 就代表我們有十一份問卷回來了 那我們怎麼去看這個表單 十一份問卷的資料呢 我們點下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顯示回應摘要 我們點下去看看 一點下去之後 他這邊有顯示十一個回應 我的性別的部分 女生有七個 男生有四個 他這邊百分比都幫我們算好了 那麼我喜歡的火鍋料 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邊已經有著名的是 使用者可能會勾選一個以上的核取方塊 所以百分比可能會超過百分之百 這個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是複選題 再過來的話 我認為吃到飽的前景的啊 火鍋的前景的話 這邊 這是我們的資料 有十分的 有幾個呢 一個 九分的兩個 八分的 有四個 那這個地方 七分的有兩個 再過來 現在 我對於火鍋的愛好的這部分 就是我們 呃 剛剛做的是 李特克的五五等級的一個 一個題目的話 他們都分成了三題哦 三題的話呢 非常不同意的 零個 同意的有七個 這邊的話 資料的全部都已經秀在上面了 那麼 他還這邊還可以顯示的話呢 是 我們的回應的數量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們看完了以後 我們的話 可以 把它 做一個進一步的解釋啊 這邊是 把表格 簽入網頁 如果我們 我們要把它放在我們的網頁裡面 做一個問卷 我們點下去 這邊有一個 iFriend的一個 程式碼 我們只要的話呢 複製了以後 就可以直接貼在我們網頁的 呃 程式碼裡面 他就可以直接 我們就直接 就簽到這個網頁裡面 把這個問卷放到裡面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非常的方便 我們也可以這麼做啊 表單的部分 我們直接到了 即時表格的地方 我們看哦 上面 這是我們的網址 我們複製之後 直接把它貼在我們的 呃 email 寄給同學 或寄給朋友 要不的話呢 我們用Facebook的話呢 呃 用它這個來直接貼在Facebook裡面 它都可以直接 我們的朋友 就可以直接的話呢 點選這個 進去幫我們填答 也可以Facebook的朋友的話呢 請朋友幫我們去做分享 讓更多我們不正式的朋友的朋友 去幫我們填答我們的問卷 各位同學經過了剛才的教學 呃 想必應該都已經 學會了 如何使用Google文件 做自己的問卷了吧 那我們的教學 就到這個地方 告一段落 歡迎同學 加入中華科技大學 數位課程的粉絲團